MatchGap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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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MatchGap 早安 MatchGap 早安 今天呢 我們要從日本的東京榆田機場 回到台北的松山機場 那現在呢 我們要等飛機 不過呢 今天比較特別是 我們早上呢 也比較早就來了 所以我們要去貴賓室 那今天的貴賓室也比較特別 是我們第一次要體驗這麼高級的貴賓室 所以我們要去ANA頭等艙 貴賓專用的休息室 那這個地方呢 不是一般的人可以進去啊 而且這個貴賓室是你必須要 頭等艙才可以進去 應該是這個ANA 對 就這一個 ANA 欸 頭等艙喔 A-A-R 然後這個貴賓室在 雨田空港的 110號登機口旁邊這邊進來 在機場很少去貴賓室啦 ANA航空是比較高等的 這個航空公司的 而且它的服務啊 都比較好 所以我們去看一下 哇 ANALUNGE 1st class 1st class 進來到貴賓室之後會有專屬的人引領到你的座位 這裡面幾乎所有看到的全部都是日本人 可以看得出來全部都是商務人士 幾乎看不到有類似像我們這樣穿著的遊客 你坐下來之後呢服務人員馬上就遞給你Menu 你可以點酒這裡有紅酒白酒也有威士忌 然後也有果汁也有氣泡水 把東西先收好吧 幾乎全部是日本人幾乎 我們是做早班機 所以一早還沒有吃飯 所以當然就要來吃早餐 吧台上面有非常豐盛跟精緻的餐點 有我最愛吃的明太子 還有三角飯糰 握壽司 還有我最愛吃的蛋 而且居然有日式咖哩飯 不要吃太多 還有這個 你最愛的咖哩 好好吃 非常好吃 我們是因為早上就來到貴賓市 其實呢成天機場的頭等餐貴賓市 到了晚上呢 他有限量分數的日本和牛 如果早一點來呢 就可以排隊預約 吃到特別準備的和牛餐 其實柳橙汁你自己去倒就可以了 你知道但是他們這邊有很棒的服務人員 你自己跟他講說我要一杯柳橙汁他就幫你倒了 你為什麼還在貴賓市還在給我玩這個 蛤 你知道你這輩子可能只有這一次來貴賓市 來這個頭等餐貴賓市 這不是一般人可以買的 你拿到這邊還在給我玩這個 所以你這個意思是說我進來我就不是這個長男了 對啊 Alan還特別到櫃台去排隊拿號碼牌 為了就是要體驗ANA頭等餐的領域間 我預約到這邊第一間 我預約到這邊第一間 這個淋浴間看起來真的是蠻大的 裡面的設備還有備品 就像你住日本的飯店的時候一樣 連毛巾、浴巾、拖鞋全部都幫你準備好了 牙膏、牙刷、刮鬍、刮鬍、泡沫 全部都有一應俱全 然後還有我最喜歡的免治碼頭 這個東西應該是女孩子最喜歡的 到飯店裡面都喜歡收集這些備品 洗髮精、潤髮乳、還有沐浴乳 客人啊,你看看連吹風機都是Dyson的啦 到日本旅遊你就會發現 他們非常注重浴室裡面的設備 連洗手台的泡沫都有自動攻擊的功能 好,我已經洗完澡了 然後已經體驗完了 洗一個香噴噴的澡 然後待會要上飛機回台灣了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生活體驗啦 進來頭等唱並不代表你是什麼 我覺得呢 做一個值得尊敬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情節印起 weld 他們已經公了四間的淋浴間而已 我剛洗完澡出來之後 坐下來他馬上說welcome back 然後就馬上問說我要在喝什麼 我剛剛點了一杯美酒 中午喝美酒 我哪有開啡機 美酒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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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酒 謝謝 我喝 我一口氣一下是把他喝完了 我們要離開了 好啦 我們離開了我們的頭等艙 貴賓室今天體驗怎麼樣啊 超帥 這個 這個都是雜錢來的才有辦法這樣子好不好 我吃了六個壽司兩瓶 對 一瓶半的零六個 不要問我說為什麼我可以進去 這不能講 反正呢今天呢 就是帶大家來體驗一下 我覺得能進貴賓室不代表說 你就是怎麼樣的人啊 好不好 我覺得一個人成不成空 不能用財富這件事情來看待這件事情 這個還有很多的事情呢 是必須要列入衡量 當然你覺得自己成不成空呢 你自己看著辦就好 也不用一定看著別人的眼光嘛 自己活得快樂 你的生活美滿才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影片到這大隻地方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Facebook 還有我微博還有IG 拜拜 下支影片見啦各位 拜拜 拜拜 喔這看板好漂亮喔 欸小屁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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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